哇,好零哦,好零哦 這個是我顧客收到的今天的留言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你看哦,你聽聽看 那些狗油啊,你看狗油 怎樣,狗油 榴槤是挺漂亮的 我就覺得OK 狗油OK啦,你吃改動嗎? 你記得啊,你的冰槽不要開關開關啊 那個肉很快變白 沒有事,不要一直開喔,開關開關很容易 這次你的榴槤你很滿意啊 你很開心咯,你沒有討書就好咯 不要像之前這樣 哈哈哈哈 哎呀,驚死啊,驚死人 你滿意就好了,滿意就好了 滿意嘛 因為我見不完他們那些,我開了一顆出來吃 還有他們有拍照給我的就OK 但是那些客人就告訴我OK 那我沒有看過,我自己也不知道,不敢說 分別呢,你看到那些新鮮的榴槤啊,什麼分別啊? 和之前的質量啊,那個質量啊,是什麼分別啊? 不是投訴,我是把問題拿出來說而已 有什麼好投訴而已,是不是呢? 如果你可以幫我解決到,星期日可以收貨,那就非常好 他這個可能,我現在開出來的呢,就是沒有那麼濕的 還有它那個...它那個...它是趕包一點的,還有它的肉呢,金黃一點的 吃起來都有味一點的,味道濃一點的 但是這個呢,就沒有...沒有酒香,沒有酒香就可能... 那麼巧合得那麼巧合,我那顆沒有而已 上次的那顆就很漂亮了 還有它滑大咯 還有它開出來,飯飯有肉的 我想問問一下你,你知不知道他們在香港賣多少錢一磅? 一顆啊,有...有...